临近台中高铁看准地利性 带来人潮等于带来前潮 ATT集团确定进驻两万多坪的土地 将打造购物中心还有饭店 ATT将复制台北信义区 ATT for fun模式 同样走年轻风格 在高铁特定区盖饭店 同时盖购物中心招商 消费财不止ATT 日本三井集团和台中市府接洽 预计outlay会落脚台中港 促进海线地区发展 另外新加坡嘉兴集团 也将来台打造养生村 选在台中经贸园区和中国一合作 投资智慧医疗和照护产业 金额超过百亿 台中市府招商实力六都排名 第二到国外取经 也从台中的软实力 举办电竞大赛发展区域观光 是不错啦 可以促进那个地区的公共发展 八月底将举办国际邀请赛 六十四支队伍报名选在台中市电子街 带动商圈消费 但不止这里 市府结合二十三个商圈 包括自由路高柄商圈 天津路服饰商圈 昌平路鞋子商圈等等 办购物节刺激消费 因为这边人很多年轻族群也蛮多的 包括ATT商城 台中港区三井凹类 新加坡集团打造养生村 带动周边的发展 还有商机超过千亿 台中市府从招商下手 要把钱流引进台中 TVBS新闻 六荣音黄国军台中报道